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2卡池大反转,闪兵无乐 5.3双人群卡登场 混池加星造型来了 5.1陪跑四星下毒 5.2卡池新角色恰斯卡立会首爆 高冷绝美超好看 元神那塔5.1卡池即将到来 除了新五星角色西诺宁 小草神纳希达 胡桃,先知的登场外 后续卡池恰斯卡 欧洛伦,火神马威卡 倩特拉利等角色 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 而说起5.1卡池陪跑四星 以及5.2卡池新角色立会公布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 比较关心的5.1卡池四星陪跑的登场了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可以看到 本期5.1上半卡池陪跑的四星角色 分别是 多利,坎蒂斯,柯莱这三位 好家伙 不得不说 角色池是真香 到了陪跑池 简直就是下毒了 说是逆天也不为过 不过好在5.1上半的西诺宁 可以说是必抽的角色 倒也就无所谓了 而说起5.2日 卡池新角色立会的公布 也终于来了 就在刚刚 官方已经官宣了 5.2卡池的新角色 废话不多说 如图所示 下图是5.2卡池的 新五星角色 恰斯卡 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恰斯卡和西诺宁都是成女角色 但是两位角色的风格 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西诺宁的立会更偏向于妖娆 恰斯卡则是高冷 有着不一样的美感 衣装设计也不错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色 各位旅行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至于5.2卡池的另一位新角色 是欧洛伦 角色的立会 官方也已经公布 如图所示 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帅气的 加上恰斯卡这位纳塔人气女角色 5.2卡池 可以说是期待满满哈 原神纳塔5.1卡池的西诺宁 草神纳西达等角色即将up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除了5.1卡池的角色登场外 5.2卡池及后续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5.2卡池角色登场的情况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2卡池又又发生反转了 为什么说又 是因为5月2日 复刻角色来回横跳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简单来说就是 之前提到的5.2散兵 无人无了 反而是可莉 阿贝多插队 不过同样没有实锤 大家看看就好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而说起后续的 5.3到5.4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5.3卡池 火神马威卡和兵女倩特拉利 两位新五星角色会登场 5.4卡池的话 则是早期提到的平姥姥和 黎月四星少女 也就是说 从5.2卡池 恰斯卡 欧洛伦开始 一直到5.4卡池 基本上都是双星角色登场 连续六位新角色登场 还是非常香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5.3海登节版本中 除了火神 冰女两大强力角色登场外 第二期黎月混池和新皮肤 据说也会登场 如果卡池复刻角色消息可靠的话 钟离倒是要延期复刻了 和火神一个卡池的概率 还是很低的 估计起码得到5.4卡池了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